日前宋小宝带赵本山女儿出席活动 网友说 妞妞这张脸就直拉眼睛 宋小宝本名宋宝丽 1981年出生 吉林省通话市辉南县 楼街乡光明村人 中国内地男演员 喜剧表演艺术家赵本山先生的第32位徒弟 大家对他应该都不陌生 每次在春晚里恒久不变的红帽子 落头装损伞造型 正是因为如此 他让更多网友向他投去了更多的目光 赵一涵小米妞妞出生于1997年2月7日 是赵本山第二任妻子玛丽娟所生双帽胎中的女儿 作为新二代他备受关注 年旧之前圆圆的小脸和大大的眼睛 可谓是美清目秀 非常有明星范 不过现在脸部看起来 给人太将太假的视觉冲击 网友说 这张脸简直辣眼睛 现在的人真不知道是整容还是在毁容 赵一涵与双帽哥哥的低调不同 8岁时赵一涵就首次在鸟市春晚登台新逸 其后多次在地方台春晚 及一些大型网会上表演 唱歌跳舞 解释有模有样